大家好,我是混沌,現在玩的遊戲是寶可夢珠子喔 那我來進化一下那個探小事喔 珠版的話可以進化紅蓮凱奇啊 紙版的話是進化蒼顏任鬼 然後就來找這個NPC嘛 那這個NPC的位置是在那個 血雜陣喔 這雜陣大概在這個地方吧 這裡 巨坑的右邊 那那個地圖的話可以按你的那個 右邊的蘑菇頭把它鎖定成北方喔 它會北方在上面這樣 然後走過去喔 等一下我會不會又迷路了 這麼近應該不會迷路吧 啊在下面 差點又迷路 我是任那個圓形的那個坑啊 那是坑嗎?好像是競技場是不是 在這邊 然後它珠版要的材料是那個銅鏡怪的碎片喔 那這個就到處都是嘛 打銅鏡怪或是那個青銅裝都會掉 換吉利的古董 慶祝之鎧 還可以繼續換 好喔 那你如果要別的版本的進化的話可以 叫別人帶那個 這個道具的寶可夢傳給你 你用道具自己進化 這樣可以創造親民圖鑑嗎 有人會無聊嗎 我是沒有打算這麼做啊 然後需要一隻探小士 然後用道具 慶祝之鎧 我大意思就是怪怪的 慶祝之鎧 咦? 我雷還沒有攜帶 不能這樣用 蛤? 這樣都要翻車嗎? 這邊直接點 我不知道他怎麼使用 還是他想說可以直接這樣用 好的 使用 還是剛才那裡可以選使用啊 探小士的樣子 登登登登登登 OK 紅蓮凱奇 火跟超能力 他那個探小士的抓法 這要講嗎 好像到處都 欸也沒有到處都是啊 但是你吃個火的料理 應該還蠻容易找到的 還是我去過去 過去 瞄眼 探小士的抓法 應該沒有什麼必要講 但是還是補充一下 有蠻多地方有的 那我覺得比較方便的是 導演魔陣西邊 這個也蠻前期就過來 很前面的道館 然後隨便 也餐吃一個火屬性的料理 他就很多了 好不好 還有一隻要吃一下 然後等下再換那個紙板 先把探小士處理一下 做料理 那就隨便找一個火屬性了 招育力活 這應該不會要我自訂做吧 自訂的話我不知道配方 這有已經弄好的配方就 而且材料也很簡單 完成 那別的地方也有但是我覺得這裡就蠻方便的 還是查圖鑑 我是不是應該看眼圖鑑啊 我先把這邊的探小事刷出來 雙王光上面字 這次沒有做成圖絲了 燒玉入火等級1 確認一下 這邊也要卡一下 燒玉入火等級1 那就這邊隨便晃晃應該都有吧 露氣沒有捏 怎麼一隻寶可怕都沒有 給個面子刷一隻出來 有有有在這邊這邊 這應該是吧 探小事 然後他意色好像是藍眼睛是不是 我還沒有刷到 他這個普通的是紅眼睛 然後我說要幹嘛忘記了 我看一下圖鑑 應該寫個小抄 連凱奇 欸 166 現在 還差32隻 166 165吧 這翻圖鑑真的麻煩 這翻圖鑑 第六五 暫小事 七席地 喔 到處都是嘛 恩 好的 所以你吃個那個 火的遭遇力的料理 應該蠻容易遇得到的 那 豬板的部分 差不多這樣 我換一下 遊戲喔 應該沒有什麼漏掉的吧 應該沒有什麼漏掉的吧 換遊戲 那紙板的話可以進化蒼顏任鬼喔 那在同一個地方好像不同NPC吧 但是還是在同一個地方然後他需要10個來杯茶的碎片 恩 那來杯茶的話 在那個 我忘記名稱了 那個超能力道館 旁邊應該還蠻多的 那我先進化一下再過去繞一圈 欸我一樣是這個位置嗎 我要走過來一次嗎不用了吧 來杯茶的古董收藏家 10個碎片 背景不單純的古董 盜墓還是 還是偷來的 喔強大的怨念 詛咒之凱 然後這個應該也是可以重複換嗎 藏著詛咒的情感 我可以重複換 我還可以換 我到底刷多少個碎片 是不是好太閒 進化起來 我有抓一隻碳小事了 我有抓一隻碳小事了 進化 蒼顏任鬼 火幽靈 這個我要交換過去 借得到足跡嗎 開放可能要很久 然後我去看一下那個來杯茶的碎片的位置 那他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在 培顧鎮 還蠻容易遇到的 我記得有兩個地方 可是只有培顧鎮會出那個真品的來杯茶 我看到是這樣 嗯 如果你想刷真品的話 我沒有很想刷 大概在 這區裡面有吧 那如果鹹太少的話可以吃一下料理喔 我在這邊刷那個 特攻 會不會太鹹 欸 欸 這隻沒有勒 喔有有這個嗎 來杯茶 那可以看一下他的屁股 是不是真品 喔這邊沒有那個百變怪 他在那邊喬位子 其實有點麻煩 喔接電視比較清楚 這個 螢幕超小一個 這個就沒有標籤嗎 就不是 就贏品 好 那大概這樣啦 大家拜拜